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会已经分化到的 类似于这种额卵词一样的 一个造血干细胞 那么这些造血干细胞 它会经过再进一步的 成熟和分化 类似于一个葡萄串的 一样的一个造血干细胞群 那么这次实验 事实上我们已经实现了 第一个实验目标 首次实现了人类干细胞的 太空造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面其实还有好多工作 我们还将从中科院 空间应用中心总体部 来接收我们通过 载轨固定的一个细胞样品 那么经过低温冷藏运回实验室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 全方位的检测和分析 通过地面的对照组 进行一个比对 筛选出太空环境影响 能多能干细胞 早期造血分化的相关基因 后期我们还将利用 天洲7号或者天洲8号 回船的机会 继续开展能诱导都能干细胞 在空间环境下的 三维生长的研究 来探讨空间环境下 干细胞三维生长的规律 以及微重力 对干细胞生长影响的 一个作用机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